画面中的人叫阿洛布尔,今年28岁,是远望七号航天测量船上的一名遗族厨师,主要负责制作各种主食点心。 近日,记者来到他在船上的筑舱,了解他的海上生活。 阿洛布尔来自四川大梁山,他的家乡主要以米饭作为主食。 在来到远望七号上工作前,他几乎不吃汉族的包子、馒头等面食点心。 但为了照顾其他汉族船员的口味,他开始学着制作这些陌生的食物。 刚开始学的时候,其实我是对面食这一类就什么都不懂,就是家里边也不吃嘛,然后是觉得就是刚学的时候是有点难。 所以在这个,每次跟他们一起做完这个馒头之后,我就把再活一点面,自己再研究研究,看这个做的跟他们一不一样,有什么差距,然后再问问他们。 通过努力,阿洛布尔的技艺愈发高超,目前他在远望七号上负责夜餐点心的制作,获得了许多船员的认可。 有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,今天夜餐不错,给师分。 然后这样一听的话,就是我心里比较有这个动力,说就是感觉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被别人认可。 实际上就是心里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 作为少数民族,除了工作上的不适应,阿洛布尔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小麻烦,比如汉语对他而言,也是需要跨越的一关。 汉语我能听得懂,但是我说的汉语就是不怎么标准,然后他们听着,听着就有时候不懂,然后他们一说,就一说这个,跟我说话, 然后我这个,就有时候习惯性的用这个语语,因为不一样,习惯性的用语语说,然后问我这个什么,我说用汉语就是,啊,啊,然后我们语语那边,他们一说我就说,哈,哈的。 如今,阿洛布尔已经在船上工作了八年,渐渐习惯了船上的生活,也为自己能为中国航天测控事业提供保障而感到无比自豪。 但让他遗憾的是,由于遗族新年不是公共假期,八年里,他有七年都漂在海上,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。 今年过年的时候,村里边组织跳民族舞,我们那里,就中间收一堆火把,然后穿着遗族的服装,然后在那边跳舞,围着那种火把。 然后感觉还是挺想回去,挺想去看看的。 2019年的遗族新年已经过去,而阿洛布尔还在大海上忙碌,他说,过年时家人会制作腊肉,下次出海时,他准备把这些腊肉带到船上,和船员们一起分享。